一件它比官窑的青道光青花松竹美碗 可能是个官窑 对它周整 我觉得这个气形肚子有点大 它的背后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 几件和田玉藏品 它不是和田玉 它是什么的 专家现场教你如何快速辨别 真假和田玉的秘诀 通过肉眼来鉴别 它不是和田玉 一锤定音 稍后播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一锤定音 我是现音 首先欢迎今天场上的 三位专家老师 今天请到我们现场的 我们的这位大师 是高级工艺美术师 易龙华 易大师您好 易龙华高级工艺美术师 擅长右下五彩山水词汇 他的作品突破 传统的山水词汇作品 气势洒脱 色彩浓淡相宜 艺术感染力强 作品历年来 在各级陶瓷艺术展中 多次获得金奖 介绍一下 咱来的这件宝物是 是李宁右下五彩山水花瓶 这个作品呢 首先是用颜色与水的交融 把我们的胎体打湿以后 让自然的流淡 然后形成了机理 再根据它自然形成的机理 再去创作 在创作过程中 要具颜色的变化 特别是深与浅 而且那种空灵的感觉 墨色与颜色又要交融 最重要还要把那种云气 与颜色之间的空间拉开 形成一种完整的气韵 好 谢谢易达师 从这件宝物会 落到哪位夺宝人的手里 我们还是要请六位夺宝人 在接下来的比拼当中 来一一展现自己的实力 而今天继分的钱币又是什么呢 通过短片认识一下 好 这枚钱币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 继分的工具了 今天的第一组宝物是什么呢 通过短片了解一下 这件宝物宝主认为是 青道光 青花松竹美碗 厂口 深胡腹 圈足 气形归整 又灭光洁盈润 体向保存良好 口直径17厘米 高7.5厘米 足直径6.5厘米 碗仙式 人字云文 外壁绘松竹美图 轻松求曲繁茂 翠竹枝叶静挺 韩眉花影横斜 绘画布局 舒朗有致 青花发色 浓淡相宜 为道光使其青花佳气 这件产品是真的吗 青道光 青花松竹美碗 这个碗是否描述符合事实呢 这个碗是对的 画过非常细 可能是个官窑 非常周整 那个发色也非常棒 道光它应该是一个 比较节俭的一个皇帝 所以它当时用的那个颜色 我觉得应该要淡蓝色的 所以它这个颜色 我觉得碗可能颜色要偏 那个深一点 我觉得这个气形 肚子有点大 它的气形 还有画工 还有青花发色来说 都符合道光 当时的典型的特征 来 六位夺宝人请作答 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选择是 两位女士吃不同意见 那么到底这件是不是 青道光的青花松竹美碗呢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杨静荣 杨老师告诉大家 各位的选择到底 哪几位是正确的呢 号称青道光 青花松竹美碗 描述是否符合事实呢 杨静荣 杨老师告诉我的是 他的描述 符合事实 所以我们要恭喜 一 二 三 六号夺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来 杨老师 这没问题 当然这点东西不是关要 那几个字是道光雾身 雾身是1848年惠庭制造 惠庭可能是人的字号 不会是皇家的 他如果是皇家的 像什么沈德堂 他都有哪个堂号 这算是一个定制款吗 定制的就是惠庭制造 但是不是他做的 是他花钱请的这个景德镇的高手 给他做的 这个有可能是官瑶的工匠 在业余的时间 接私活了 那时候接私活人许大 你下了班以后干嘛呀 这个没空着你说的 八小时工作室 你只要上班 别耽误这个育药厂的工作就成 所以这件东西呢 虽然是民谣 但是它应当是民谣的精品 而且可以跟官瑶相比美的 而且更重要的呢 是大家都强调了 那上面有一个明确的纪连 有这个明确纪连的东西 在博物馆里边收藏 那个定几页都定得非常高 杨老师给我们透露了 非常重要的信息 有这样具体纪年的 比同类型的 级别高 定的文物级别高 它的价格到底会是多少呢 看比官瑶 应该在八万左右 我认为呢 比普通大清道光年制款的瓷器 要贵一些 如果我在拍拍会上 我可能会往十万上给它冲 十万 会不会有人觉得 根本就不值这个价呢 来 我们六位独宝人 请作答 好 来看看六位独宝人 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 看一下 最高的是在我们的一号 十二万八千元 二号是十一万元 三号给出的十万元 这三个都是在十万以上 而四五六号呢 都是在十万以下 六号一次给出的是 我们所有独宝人当中 最低的一价格 六万五千元 这件藏品 我还真的是在 今年五月 在成千拍卖的时候 我还真上过手 您当时出价是多少 我出到四万多 但是没卖到手 在我印象中啊 好像我就差两口 所以说我就 比拍卖公司的价格 略微高一点吧 所以再加了五千 对 那您再看看我们的一号 几乎是您的一倍了 您怎么看待 他给出的这样一个价格 我认为他给的价格 还是高 高了 像这样的东西啊 我觉得啊 如果在拍卖会上 我看着的话 我要是说 失质交臂的话 哪怕我会耿耿于怀 我会记得它 像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就 哪怕价高的也能买 这件青道光 青花松竹每晚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 专业机构 给出的市场估价 所以恭喜一号 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恭喜一号 再加上一分 遗憾啊 六号又错过了 为什么呢 请教一下杨老师 买东西的时候 看准的东西 把握它几个原则 第一 还是我们博物馆 定级的标准 一个是这个艺术性 科学性 还有它的历史性 就是这三个性啊 如果都高 这东西将来 你在收藏的时候 肯定它那个经济价值 也随着上升 只要是明确纪年 在博物馆 至少是二级文物 就是残了 也是二级文物 你像这样的东西 而且没有见过的 确实是真品 你看那件东西 故宫里都没有 谢谢杨老师 谢谢 好 那么这件 保物过后呢 接下来我们还是一件 来自于清代的 这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 马上封喉摆剑 这件东西 是否又是描述符合事实呢 这件宝物 宝主认为是 清乾隆马上封喉摆剑 摆剑由玉雕和坐托 两部分做成 玉制温润细腻 以银克松为桥梁 只敢四周延伸出 繁茂的银克松之夜 桥梁巷 还有一位百度的船夫 桥梁上方的马 体态丰满 温顺乖巧 以调皮小猴攀附于马背 做西细状 天真有趣 语调整体细腻生动 极具写实风格 杜神太把握的恰到好处 结合马猴的题材 取马上封喉之意 寓意观运亨通 仕途顺达 这件唱片是真的吗 第二件宝物呢 是一个摆件了 号称是清乾隆的 马上封喉摆件 那它的材质 还有它的年代 是否是正确的呢 这个玉摆件呢 它这个皮壳包姜 都已经有了 它这个弓呢 也非常细 是典型的乾隆时期的 这种乾隆弓 我看老 但是我看不到乾隆 我仔细看这个座 可能不会到乾隆 或者晚清 或者是创会期的 来 六位多宝人 请作答 来看一下 各位多宝人的选择是 二 三 四号 觉得他描述符合事实 是乾隆弓 一 五 六号 多宝人觉得他不是 到底是不是呢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施俊超 施老师告诉大家 这件到底是不是 清乾隆时期的 马上封喉摆件呢 这件号称是清乾隆时期 马上封喉摆件 保主的这番描述 是否是正确的呢 它的描述 符合事实 所以恭喜 二 三 四 多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所以请教一下 施俊超施老师 首先我们要看懂 这个摆件是干什么用的 它是一个文房件的一个笔架 这一类的东西老的 只有到乾隆以后 才开始流皮 这是个籽料 还有很多地方的皮 非常典型 它这种楼头 就是也符合当时的一个特点 这个如果说是创会时期 不会拿这种料子去做 这个料子是当时 在那个时期 料子也是很贵的 所以在创会时期 我们看到料都很差 再一个呢 创会时期的工 真正达不到这种程度 只有好玉才有好工 这是就是一直传承到现在 都是一样的 好玉必配好工 好 谢谢施老师 那么这件 当时就用上了 籽料的这一件摆件 目前市场价格 优惠是在多少呢 也就十几万那样子 不会太高吧 我认为在三十万以上 我这个价格给的是 现在的子料的价格 包括它的历史价格 而且它的雕工 非常的精湛 老玉跟新玉的价格 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个工啊 料都很好 但是它不能用这个 新玉去衡量 所以我觉得应该 在二十万左右 好 来 我们六位独宝人 来做出选择 六位独宝人 给出的价格是多少 看一下 一号您刚才不是说 十几万就够了 怎么一溜又到三十五万了 我本来是想 我给这个兄弟说说 让他少点 然后我再来一个前递 我就说 我搞了个央户弹 你这位二号 已经到了三十八万了 对呀 谁知道 人家心里有数 就直接比我还高 为什么给出 这么高的价格 三十八万 因为我查过 类似的拍卖记录 基本都在四十万左右 但您的零头八万 是我们六号给的 现在的市场价格 我感觉 七八万块钱正常 我给他八万块钱 还是因为 它是一个温房器 我才能给他八万 如果它不是温房器 我连五万都给不了 价格差距有点大 到底 它市场价格是多少呢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 专业机构给这一件 清乾隆 马上封喉百件的市场估价 是 三十五万 所以我们一号 一分不多 一分不少 我今天我觉得 我是 真的是 我是带着性欲来的 还是来听听 石老师的意见 这类的东西 它最近几年的价格 一个是挂件涨了 一个是文房件 而且这种是摆件 它的价格会更贵 其实这个价格 远远没有到拍卖的记录 清中期的玉器 最近的这些拍卖 然后拍的都很贵 这个玉件 它为什么就是在三十五万呢 我觉得它有几个前提 一个是年份比较好 第二个它是籽料 第三个是雕工还可以 尤其是松树 在表现起来比较难 好 谢谢石老师 谢谢 好 两件宝物之后 我们接下来看看 今天的第三件宝物 第三件宝物呢 是号称来自于徐悲鸿 和杨善生合作的 《花鸟条服》 我们还是先来听一听 李学位李老师 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两位大家 杨善生是岭南画派的 代表画家之一 他的作品呢 《花卉笔墨简练》 与李雄才 赵少昂 关山岳 并称岭南四小节 他在新加坡 与徐悲鸿相遇 交往甚深 那徐悲鸿呢 大家就很了解了 是近现代的著名画家 他呢一生主张国画改革 用西画的画法 庸敬国画 一生以画马名士 谢谢 谢谢李老师 其实大家如果 仔细能看的话 在我们的右下角的 这个题款当中呢 会写到了 杨善生呢是画花 徐悲鸿是补雀 小麻雀是徐悲鸿画的 所以这上面题款呢 是写得非常的清晰 应该是他们小聚的时候 在一家聚会 画给这家主人的 这么一个意思 你说这艺术家聚会多好 还能诞生一幅作品 对啊 我们聚会就只能K歌了 这件作品 是不是两位大家 合作而成的作品 应该不是 为什么 这个绘画看着还可以 但是这个字 确实看着没有一点 这个大家的风范 我感觉这句话 画得挺好 不管是小麻雀啊 什么的呢 确实有这个 包括题款 也有徐悲鸿 老先生的这种韵味 徐悲鸿那么大一个名家 你到人家家 就画了一个那么小的 小麻雀 六位请作答 到底是不是来自于 这两位大家合作的作品呢 首先看看 六位斗宝人 各自做出的选择是 一号和六号觉得是 其余觉得都不是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 专家李学位李老师 要告诉大家 这件作品 是不是两位大家 合作的真迹呢 这件作品 是不是来自于 徐悲鸿和杨善申 合作之作品呢 李学位李老师 告诉我的是 他 不是 所以我们要恭喜 二 三 四 五号 夺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李老师 应该是合作过 但是这件作品 看这幅画 是一幅艳品 为什么说是艳品呢 刚才都讲到落款 这个落款呢 六号所说 确实有徐悲鸿的 这种字体的形象 但是整体看一片黑 非常笨拙 不灵动 如果是徐悲鸿写的落款 会齐笔 收笔 或者是三个字 五个字 会有一些轻重缓急 的用笔痕迹 再一个呢 画面呢 明显是现在 作旧的痕迹 装表的时候 把这个装表的边啊 都用这个深颜色 这个给染黄的 画这个花卉 笔墨功夫和气息 都与杨栅生的风格 有差距 麻雀画的 也有徐悲鸿的 这种绘画风格 但是不到位 整体下来 像一个人画的 就是没有两个人 合作这种感觉 好 来看看 接下来第四件宝物 第四件宝物了 一个号称是 清代的和田玉卓 放在我们的台子上 年代 清代 材质 和田玉卓 到底这两点 是否符合呢 它这个 没有一点岁月感 没有岁月的那种包姜 所谓的感觉 还是新的 首先没有光泽 也不温润 可能还不是和田玉 它不是 不像胶脂网状结构的 有点颗粒状的感觉 来 六位斗把人 请作答 来看看 六位斗把人 做出的选择是什么 好 我们大家是 做出了一致的选择 我要代表 本栏目的专家 施俊昌诗老师 告诉大家 这件清代 和田玉卓的描述 是否符合事实呢 六位斗把人觉得 他首先材质 就不是何田玉 更不要说 是不是来自于清代了 所以都给出了 一致的结论 觉得描述 不符合事实 你们的选择是 正确的 各自加上一枚钱币 施老师看来没有骗子 要大家呀 我觉得今天的 多宝人都很厉害 一般情况下 我们对于这样的镯子 看新老就是一个难度 因为它没有功 对 那么第二个就是看材质 那更加是一个难度 通过肉眼来鉴别 它不是何田玉 大家 真是跟大家点赞 这个镯子 我上手的时候 去去时拿放大镜 我最近看了半天 它里边的结构 跟何田玉很像 是这种周壮结构 先说它为什么不对 第一个是材质不对 确实就像大家说的 它不是何田玉 它是什么呢 这是一个托波化玻璃 仿何田玉 做得很像 但是它最大的一个缺点 是不能上手 上手以后手头很轻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要判断 这类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可以从它的光子 都上去看 何田玉 只要是本土料 也就是我们清代的新疆料 它的光泽一定是油脂光泽 这是新疆料的一个特点 所以你要一看是玻璃光泽 典型的玻璃光泽 那你就要去犯怀疑了 那么第三呢 说它没工的 就是明清时期这种镯子 它都是纯手工做的 就是我们找一个水平面 就是尤其是玻璃 上面我们看看 它是不是特别稳 如果要特别稳 它有可能连手工都不是 直接就是适合田玉 也是机器直接打出来的 如果是清代的这种手镯 一般纯手工的话 然后它都不是特别的平 这个东西真的得上手 上手拿 而且看现在放在水平面上 是不是真的特别平稳 特别平稳 就要考虑一下 可能不是来自于清代 对 它是什么加工的 方法加工是不同了 手头主要是看它的比重 那么一般何天玉的比重 是在三左右 而这种玻璃是在二左右 轻一半的 太轻了 这拿到手上就是轻飘飘的 还有就是大家经常看 何天玉的话 你看四号它就做何天玉的 然后你要看它的光泽 它是典型的玻璃光泽 还是挺懵人的 如果没有何天玉常识 然后又是非常便宜的价格 很容易上当 就还是别买了 对 好 谢谢施老师 谢谢 下面这件宝物呢 号称自己是来自于 清光绪 粉彩 龙纹赏评 它是否有描述符合诗实呢 这件宝物 宝主认为是 清光绪 粉彩 龙纹赏评 长口 长颈 远古腹 圈足 瓶身以繁红会蛟龙 凶猛脚健 并装饰汹涌的海水波涛纹 繁红失彩均匀 颜色艳丽 红白二色对比鲜明 具有强烈的视觉反差 所会详缘与龙纹十分精细 具有鲜明的宫廷艺术色彩 工艺进展较为难得 这件藏品是真的吗 今天的第五件宝贝呢 号称是清光绪的 粉彩龙纹赏评 它到底年代化工材质正确吗 我认为对了 这个款制啊 它非常不错 它这个底捆 写的确实非常到位 现在好像在我的印象中 就是这种 现代仿的大清光新年制红捆 是相当到位 像到家了 从这个喵筋一口 好像是化血筋 然后龙的这个张力 也没有到光细的关要 所以说我显得 还是这东西不对 来 六位斗把人请选择 来看看六位斗把人 做出的选择是什么 难道你不觉得自己有可能 是场上唯一正确的那个人吗 这个呀 这个裹完的东西呀 你不能存侥幸 我们曾经出现过好多回 在场上只有一位多把人的选择 是正确的 其余都是错误的 大愿 这一件龙闻赏评 是否描述符合事实呢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杨静荣 杨老师 要告诉大家 五位多把人觉得不符合事实 只有一位一号觉得他符合事实 有人觉得他的笛款写得太好了 以至于像假的 那么这件到底是否来自于 清光绪时期呢 杨老师告诉我的是 他的描述 不符合事实 所以恭喜23456号夺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来 请教一下杨老师 符款写得好不见得对 对呀 尤其是那红款 那红款就写这个光绪款的 专用人就专写这款 写出来跟那个真款一模一样 红款比这个清花款好写 所以这个你就光看款还不行 你像这样的东西 如果大家要想坚定 我告诉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你就看他这苗筋 你先看看那苗筋啊 上面有没有这个使用的这个摩擦的痕迹 第二 你记住了 这古代的筋跟现在的筋成分不一样 现在的筋呢 这个纯量特别高 达到99.9%以上 古代的那个筋呢 里边含有一点微量的氧化铜 所以就包括这个就是乾隆的 什么光绪的那个 那苗筋出了以后 它都微微地翻一点铜红色 那这件传来就是描述不符合事实 那么下一件宝物呢 这件宝物宝主认为是苏宝珍硕果雷雷 这幅硕果雷雷 是一幅水墨葡萄 纸本色色 画中一架葡萄从顶端垂挂下来 穿上葡萄晶莹剔透 犹如粒粒珍珠 果多叶少 既以突出丰收的景象 给人一种朝气蓬勃 硕果雷雷 催人奋进的感受 这幅苏宝珍的画作是真的吗 今天的第六件宝物呢 号称是苏宝珍的硕果雷雷图 那么这一件作品是否又是真迹呢 还是请我们的李老师 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苏宝珍是现代的著名一位画家 他诗从徐悲鸿 傅宝时张淑琪 人物 花鸟 动物 画得都非常精彩 晚年的时候开始研究 用水墨画葡萄 用色彩画葡萄 就是以葡萄图 这个名示 是中国在这个画葡萄 这个领域 是一面棋子 谢谢李老师 谢谢 来 六位的华人 虽然我对字画不太了解 但是我看这幅画 就感觉很美 很漂亮 很舒服 我刚才眯了眼睛看呀 那葡萄呀 硕过来来 它这个墨的深浅呀 浓淡都有 它不是一团黑呀 你特别是那个藤 哎呀 我刚才看了半天那个藤 那种脚那种感觉啊 就像那种活的一样 很有张力呀 那个小丝丝那个藤 我是真切实拍卖 买过这张这个 苏宝珍的那个葡萄 我买的都是那种 粉彩 那个彩色的葡萄 一个株篮啦 一堆那种葡萄 画得特别漂亮 莫彩的呢 我接触少 但是呢 这个风格 是苏宝珍的风格 一点没变 这种大开门的东西 来 六位多宝珍 请作答 来看看六位多宝人 做出的选择 都觉得它确实是真迹 那么到底六位多宝人 做出的选择 是否是正确的呢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李学位李老师告诉大家 这幅全莫彩的 树果雷雷 确实来自于苏宝珍吗 答案是 正确 恭喜六位多宝人 各自的选择 都是正确的 各自加上一分 李老师 看来我们今天 大家都是在学习当中进步 几位多宝人 这个眼力非常好 一幅好画 映入眼帘的时候 第一眼就看着就舒服 假的就不自然 你看刚才那幅假的 这个落款就怎样 你看这幅画的落款 浓淡轻重 全出现了 再一个呢 他也画一些彩末的葡萄 画一个竹篮子 上面绿的紫色的这葡萄 那种容易画 因为有颜色嘛 青的和紫的搭配 可以看出来阴阳面 但是用纯末 来画这葡萄 非常难的 能把末和水调节的这么融洽 然后体现出来这种浓淡 干湿 前后和左右的这种协调的安排 非常非常难 水末其实是最难的 所以这幅画呢 画的无论是画 还是落款 都是昏远天成 给人的感觉就是 没办法挑出毛病来 特别是你在远看 远处看 远处看 就这个中间上边 这特别浓密的 黑处 出现那个葡萄那种亮光 这种都是留白的 很不容易 所以说 这是一件苏宝珍的 比较典型的代表作 好 谢谢李老师 谢谢 现在又到我们猜价格的时候 既然六号曾经购买过 苏宝珍先生的作品 您当时的尺幅是多大 花了是多少价格 一般情况下 我买的的是斗方吧 差不多 四平尺 因为价格一般掌握在 四万左右吧 一万块钱一平尺 那您觉得这幅 莫彩的葡萄呢 这个六平尺 差不多吧 六万左右 差不多 六万左右 是不是呢 来 六位多把人 来 看看六位多把人 最高是自豪给出的 三十六万元 最低的是在六号给出的 八万八千元 请教一下四号 这三十六万元的价格是 因为我认为这个是 这个画家的一个精品 画得非常好 我看到这幅画以后 震撼到我了 所以我给出我自己的心理价位 是三十六万元 我也跟你感受是一样的 我站在这个角度 都能感觉到 那种颗粒饱满的那种葡萄 折射出来那种阳光 都在这都能够感受得到 同样我们再还要请教一下六号 之前曾经就购得过 苏宝珍先生的作品 您看到全场 您还是现场最低的 所以您是依旧走这个 抠门的路线呢 还是觉得他们都价格虚高啊 还是我抠门吧 买东西还是要讨价还价什么 对 因为现在市场 还是硕实在地 不是太景气 买东西呢 还是比较理智 那么到底这件作品 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给这件苏宝珍先生的硕果 雷雷估价是 十万元 所以我们要恭喜的是 五号以及二号 各自加上一分 恭喜两位 你看六号 再弄弄就上去了 太口门了 六号给的价格呢 就是非常普通那种 采末的葡萄 有三瓶尺的 四瓶尺的 这是一幅用纯水墨画的 而且也有八瓶尺 这个你给八万八 是纯阳格按照一万一尺给的 所以说这个给的还是低 所以说他抠啊 对对对 你给的价格普遍都低 一个人画这个 他的价格不是全部统一的 有的画得好 有的随手应酬的 画得差一些的 这价格还是有区别的 那这幅画给十万 应该属于正常价格 这个随着这个市场好一些 价格还会有升值空间的 好 有可能会达到 我们四号说的 三十六万的那一天 这有点太高了 十六万太高 好 谢谢 那么接下来这件宝物是什么呢 接下来这件宝物呢 是号称是清代的 何田玉挂件了 那么这件材质 年代又是否准确呢 应该是晚清的那种挂件 因为宫啊 网状纹 它不像几期 也就是垂直下来的 做那么平稳 感觉就是很肉 它雕工的 好像感觉没有倒带 我就看这个鱼呢 就看半天就没看上来像鱼 然后我都感觉呢 这个鱼这个 这个头做得太大了 尤其是那个嘴 胖头鱼 和我们这个六号大哥 统一战线了啊 你们是遥遥相望 但是立场一致 我觉得应该比 刚才咱那个摆件 摆件 那个三十的级别要高 这个鱼 我甚至我觉得比清还要早 真的 我觉得这东西 能到明那种 入明那种风格了 刚才看那细微的这个刀工啊 应该是老的 应该是老的 来 我们六位多宝人 请做出选择 那么到底这件 是不是来自于 清代的和田玉挂件呢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施俊昌施老师 马上为大家揭晓答案 这件是否来自于清代 是否是和田玉才智的挂件呢 施老师告诉我的答案是 描述 不符合事实 所以我们恭喜 二 三 四号 左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施老师 这个怎么判断 为什么说它不对呢 第一个呢 它的这个鱼鳞的网格纹 太过于规正 拉得非常细 过去的驮工没有这么细的 仔细看的话 它没有这个驮痕 第二跟大家说 就是它透楼雕的这种拉丝工 我们看那个连半那个地儿有个锯尘 看见了吗 这个在拉丝工里边 不会出现这么低级的错误 那么第三呢 看料 就是我们先判断 新老一定要从料上来看 如果料否了 再好的工都不能认为它是对的 那么这个料呢 从和田玉上来看 这个料发黄 对吧 那么根据产地来判断的话 这就是近几年的含料 含料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看 它的表面是蜡状光泽 就是它那油脂光泽 根本就没有 看上去就像那种 我们平时点那个蜡烛 那个光泽似的 缺少油脂光泽 一个是发黄 一个是这种蜡状光泽 如果我们再打灯的话 里边能看到这种大的花絮 那么这个一定料就不对 含料的预料 包括它的预质不是特别好 然后它的雕工 就不会上那么繁复的 比如这个东西 在南洋的镇品 跟安徽的泵部 成批亮出 而且它的这个加工 都是分作业的 就是你是做纹饰的 就做纹饰 做身子就做身子 做头就做头 这流水线 流水线 所以它出现了就是 刚才二号说呢 这个头有点大 然后身子做的比例 不是特别合适 因为它在控制什么呢 在控制用人成本 如果这个人什么都会了 这个土地学两年跑了 那我如果说我爸 做头的师傅 我只让你做头 做身子的 只做身子 那你谁也走不了 所以像这类的东西 做的尤其是人物雕件 那个头就在身子上放着 就不是在肩膀上 应该在肚子上放着 很正常 所以它们没有艺术造诣 没有工艺价值 它就是流水作业 好 谢谢施老师 接下来这座宝物呢 也是号称自己来自于清淡 号称是清光绪 清花花卉纹杯一对 这件宝物宝主认为 是一对清光绪 清花花卉纹杯 撇口直径5.5厘米 身负高4.7厘米 浅圈足 杯形小巧精致 以一月水仙为题材 通经绘画而无提诗 以清花会数朵水仙花 于山石边近放 似随风摇曳 笔触细腻 发色淡雅柔和 成对保存 品相完好 这件仓品是真的吗 这件呢号称是 清光绪 清花花卉纹杯一对 描述是否符合事实呢 我认为它是真的 我觉得它这个画的 浓墨 淡彩 都画得特别有层次 我也觉得它的画功 稍微生硬了一点 画得比较僵硬是吧 但是这个时期呢 就是这种画功 我看气形还有画功 然后还有这个款 综合来说 挺开门的一件 光绪时期的 来 六位夺宝人 请作答 好 来看看 六位夺宝人的 做出最终选择 是什么呢 看一下 对 只有五号觉得它不是 就是从画功上 您觉得不够流畅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杨静荣 杨老师 要告诉大家 这一对 号称是来自于 清光绪 清花花卉纹杯一对 描述是否符合事实呢 画功 技法 年代 他的描述符合事实 恭喜 恭喜 一 二 三 四 六好多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杨老师 像这样的东西啊 生产量特别大 就在御药厂里边 它也是流水作业 流水作业 就是说你画什么的 就装画什么的 鞋款的 专写鞋款的 这个刚才大家看到这款质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看这鞋子有点立了歪鞋 其实就这样立了歪鞋子 这款还真对 它就是工序晚期数的 有这样的款 有的原来一看 又拿那个标准的款一看 又说你这跟那不对 实际上这款对 这是官邀的款质 刚才咱五号讲 说的是什么是 线条有点生硬 生硬 其实这不是生硬这个 因为那个上面 给的那个图案 就是这样 设计就这 底稿就这样 皇宫里边 那宫廷画家 发来的这图案 就你就得照着这画 这官邀啊 不能走一点行 我们故宫里边 现在还保存着 就是在图书馆里边 保存着这个宣土石 宫廷画师 给景德镇画的这个样稿 指的啊 皇帝审了 就这样 你甭嘛 生硬不形 我喜欢 你就得照着这画 这就是官邀的特征 好 谢谢 谢谢杨老师 那么接下来又要请大家 来猜一猜 它的价格究竟在多少呢 四万 两万一个 一对肯定要更高一些 价格更高一些 所以说我觉得单只 大概在六万块钱 来 六位多宝人 请作答 我们来还是看看 六位多宝人 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 看一下 四万 一号是给出了四万 六号大哥 我觉得他拿捏这个 这个拿捏得很准 对于市场上 像这种 我们都叫小官邀 它是个 在我们苏女邀 硬空货 价格几乎就这么高 就是上上下下 不会太高 反正在我印象当中 我们本轮所有的 在价格环节当中 我们六号大哥 就从来没有一次 能够对过 就基本上都是 远远低于我们的 这个这样的一个市场估价 扣了就是 这一对青光绪 青花花卉文贝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 两家专业机构 给出的市场估价 是 九万元 所以恭喜五号 更加接近我们真实价格 六号大哥 你就差了几百块钱 请教一下杨老师 目前的收藏市场 出现一批新的买家 这新的买家 好像以这个年轻人 比较多 他们现在有一个专有的名称 管着叫小官窑 大官窑说买不起 你说雍正乾隆 逗不逗逗上百万 几十万 这帮人有点钱 又想玩收藏 又想买真的东西 而且这个冲击的特别猛 为什么 但人多呀 人一多 现在把这个小官窑的价格 一样给炒起来了 其实这原来的价格啊 那四万块钱都挺高的了 人家盘卖行 估价的 人家是根据 这个市场的经济规律 所以现在这个小官窑的价格呢 反而倒生得挺厉害的 小官窑 受到新建藏家的青睐 那么市场上有一种大雅斋款的瓷器 这种瓷器算官要吗 大雅斋瓷器得名于口眼上书 大雅斋三字 属于唐明款瓷器 是专门为瓷器太后设计 烧制的御用瓷 大雅斋瓷器口眼处 有大雅斋三字横款 右边多用红彩图章款 天地一家春 据考证 天地一家春是圆明园内 一处建筑的名称 大雅斋位于天地一家春的西间 大雅斋是瓷器的私人堂款 大雅斋瓷器色彩浓艳 大面积使用红黄蓝绿等 纯粹的鲜艳的色彩 色彩的运用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很多色彩在以往的瓷器品种中 从未使用过 大雅斋瓷器文是精美 在大雅斋瓷器上 传统官邀常见的龙凤题材 被各社花卉前鸟代替 花卉文是不再选取单一华卉的主题表达 而是几种花卉组合成 富有象征意义的复合主题 经过宫廷画室的审美想象 创造出一种兼弓代写的绘画风格 这些色彩浓艳装饰华丽的瓷器 反映了晚清的宫廷风尚 也体现了瓷器作为女性的审美要求 瓷器御用的大雅摘款的官邀瓷器 之间仍是藏家追捧的器物 好 我们来看看 今天还有第九组宝物 今天的第九件宝物 号称是钱惠安的千秋钟烈 还是请我们的李老师 给我们大家做个介绍 钱惠安是海派的代表画家之一 专攻人物侍女 她的画是女的开脸 以丰满为主 这个线条是钉头鼠尾 形成了她自己的一个风格 人物画家陈思法 曾经对她的评价 是海派艺术宗师 这一件作品 是否是出自于钱惠安之手呢 虽然她这个人物比例还可以 这种人物的一文的钉头鼠尾 但是仔细看呢 还是画得不到位 我感觉这个呢 是钱惠安的典型作品 你看从那个 首先来说 他们从细节看手 你看那个李那个昌然 那个手 画画呢 最难画的是画手 你看那个手指 那个动作 是吧 另外呢 从现在这个看画呢 可能是也属于烟装老表吧 我看了一下她那个细节 明显有作旧的这个痕迹 在哪里有 就是这个黄边 我觉得这应该是作旧了吧 六位多宝人来做出选择了 我们来看看六位多宝人 各自选择的是什么 有几位觉得是真品呢 看一下 四号和六号 觉得是 钱惠安的真品 其余几位觉得不是 到底 是否是 真迹呢 我要代表本栏目的专家 李学位李老师告诉大家 这件作品 是否是真迹呢 钱惠安 千秋中烈 擅长人物 侍女 而这幅千秋中烈 是否出自于钱惠安之手呢 李老师告诉我的是 这幅作品不是真迹 恭喜 一 二 三 五号多宝人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 李老师 三号学得挺快 你看这个装表啊 跟上一件的装表是一样的 也是在那个编撞那块做旧的 这个现学现卖 这个学对了 再一个我们看这幅画 这幅画面呢 应该是关公 这是忠烈千秋 应该画的是关公 关公呢 后边应拿着大刀的 应该是周昌 画面画的 为了凸显关公的这种威猛 把这个周昌啊 画得有点像那个 钟葵后边那小鬼一样 所以说 本身这个画画的就有问题 这落款也是明显的 这是照着原作仿写的 没有这个用笔的痕迹 轻重缓急啊都没有 你看看全是黑的 而且一个字是一个字 写得非常笨拙 钱惠安的字呢 非常灵动 线条比较细 再一个最大的毛病 是这方图章 这方图章完全是 依照这么一方印 就是刻了一个惠安两个字 钱惠安应该没有这方印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场上的最终比分 我们首先要恭喜的是 二号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 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 接下来是三号以第二名的身份 进入到最后一个环节 那么排在第三阵营的呢 一共是有三位 分别是一号四号五号 所以这三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定 最后一个名额将会落在谁的手中 所以一号四号五号请听题 粉彩词发展最鼎盛的时期 是以下哪个时期 康熙时期 拥钱时期 家道时期 民国时期 抢答开始 好 一号 选拥钱吧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 恭喜一号 那么恭喜一号是以第三名的身份 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一锤定音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重器 等待大家呢 来看一下 一幅刘维希唐氏女徒 15年前的拍卖价格能告诉我们吗 当时是23万多 15年后她又能价值多少钱呢 100万元 吴馆长已经没有笑容了 一锤定音精彩 稍后继续 进入到我们最后一个环节 一锤定音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重器 等待大家呢 来看一下 这件产品为刘维希唐氏女徒 画家将中国画的工笔重彩和水墨协议结合起来 造型上吸取西画素描和色彩的精华 加进民间艺术清新健康的格调 巧妙融为一体 艺术风格极具特色 画中逝女形象着重染色 用不露笔横的宝色表现逝女面部皮肤的新鲜圆润 形象栩栩如生 唯妙唯笑 表情 动作 体态达到高度的协调 这件产品价值多少钱呢 最后一个环节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重器是刘维希的唐氏女徒 还是要请我们的李老师来介绍一下刘维希 刘维希呢 是中国人物画大家 责派人物画代表性画家之一 黄土画派的创始人 大家都知道的人民币 第五套人民币 毛泽东主席的画像 就是出自刘维希之手 好 谢谢 谢谢李老师对于这个画家的介绍 其实我们今天这件宝物的宝主 也来到了现场 有请宝主 有请 你好 主持人好 你好 关家老师 观众朋友们好 好 你好 先给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 我是来自陕西咸阳 青卫楼博物馆的副馆长 我叫吴松林 吴松林 吴馆长 这是您管理的藏品 还是您个人的藏品 这是我们博物馆的收藏品 有在什么渠道下 什么时期收藏到的呢 这是我们创始人郭峰先生 在15年前 在北京保利拍卖会上购买的 15年前的拍卖价格 能告诉我们吗 当时是23万多 15年前是23万多 那么现在呢 算是你们那个博物馆里面也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物件了吗 这件作品呢 在我们博物馆 如果分类的话呢 可能算是二类藏品 我们博物馆收藏的刘文西老师的作品呢 有几十张 今天请老师们和大家为这幅作品做出评估 来 做个评估 15年前23万多 那么现在价格会是多少呢 来 竞价 开始 好 郝徐东 200万吧 200万 哇 23万 15年之后直接上涨了将近10倍 200万 这个价格 高了 请继续 好 两九捧 100万 100万元 从200万 直接砍了五折 到100万元 100万元 这个价格 100万元 吴馆长已经没有笑容了 100万元 100万元 这个价格 高了 请继续 好 二号 郝徐东用出了第二次价格 90万 90万元 降了10万元 到了90万元 90万元 90万元 这个价格 低了 请继续 来 郝徐东 非常焦急地用出了 最后一次的竞价机会 92万 92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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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给别人 留出一些余地 92万元 这件宝物 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专业机构 给出的市场估价是 恭喜 恭喜 真的完全不给别人留下一粒粮食 92万元 首先喊出200万元的高价 直接把慕吴馆长乐上天了 然后三号腰斩之后到了100万元 接下来90 92万元都是二号 在将近一分钟之内给出的价格 完全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 来 还是请教一下李老师 应该是80万加上佣金 应该是92万 这个非常准确 不容易猜到 15年前那个价格买呢 当时买的就比较高 但是现在呢 这个价格比较合理 为什么比较合理呢 一个人的画 也分题材 也分时期 我们这幅画呢 应该是88年 这个时候的线条啊 还是比较爽利的 你到他晚年呢 刘文熙先生晚年的这个画作呢 就是 那线条就像割的 叫割的线条 就特别颤抖的这种线条 然后他常在市面上 看到的作品呢 有一个三北小姑娘 还有一个老汉 这种比较常见 像这个 这个唐寺女图 这种题材 在他作品当中非常少 刘文熙呢 也是我们中国一代 人物化大家 给这个价格是完全合理的 也不是太高 只能说以后 在以后呢 还会有升职的空间 谢谢老师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李老师 那我们相信呢 如果更多的观众朋友 想要仔细地来欣赏 这幅画的话呢 就到我们吴馆长的博物馆 去仔细地看一下 而且还有更多的藏品 在博物馆里等待大家去欣赏 好 谢谢吴馆长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哎呀 我觉得看完刚才 二号一分钟之内的 自己抢答完了之后 我就觉得 六号大哥 你应该跟他学一下 有的时候看见了 千万不要错过 别太恐了 好 那我们接下来有请 高级工艺美术师 易龙华易大师 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 郝徐东 颁上今天的大奖 来 邀请两位到台上来 来 邀请易大师 给郝徐东 颁上今天的大奖 恭喜 获得我们本场最终的胜利 恭喜 恭喜 再次谢谢六位同胞 也谢谢 也谢谢场上的三位 专家老师精彩点评 谢谢三位 谢谢 这就是本期的一锤定音了 下期更多宝物 更多精彩就在这儿 等待大家 下期再见